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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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未必是一些名人的故事 也未必是一些我们很难记得的一些年份 它可以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 也是我们的生命的经验 就好像和我们在我们生活里周遭什么都可以是有关系的 我想让大家看看我去年做的一个project 它是一个一部纪录片叫去舞 这是一个很小的几秒的段落 没错 这是我们热场都会用到的厕所 然后厕所它也有它自己的历史 所以我参与的这部纪录片除了是讲厕所的历史 同时也是在讲着导夜乡工人的历史 导夜乡工人 工友 他对年轻一代来讲可能是很陌生的工作 他另外一个名称其实叫导粪工友 所以他的工作就是在抽水马桶还没有被引进之前 我们家里的厕所其实只有一个洞 洞下面有一个桶 然后我们的大便就是一直填满之后 就会有人过来帮我们清理掉那个桶 所以这班人他们就是导夜乡工友 导夜乡这份工作其实一直被大家认为是一个不光彩的工作 然后是没有读书的人才会去做的工作 所以曾经做过这个行业的uncle们 其实都不愿意让大家知道他们曾经做过这份工作 甚至连他们的家人也不懂他们做过这份工作 所以我的朋友其实很想帮他们 让大家更认识这份工作 所以就一直approach这个uncle 一直这班uncle让他们拍这部纪录片 可是uncle却觉得这是不光彩的事情 不让我拍 然后我们后来我们一直一直一直去找uncle uncle就讲 好不如你给我四个字啊 如果我中了这是大伯工 就是大伯工允许你们拍咯 然后虽然我们不相信 相信与否 真的当天晚上四个字开了 然后就真的 uncle们就突然觉得 大伯工竟然叫我们让他们拍咯 就让他们拍咯 所以我们就得到审明的庇佑 然后地录片正式开始 而且改名去屋 去屋的意思是有两个意思 去屋除了大伯工友帮我们大伯去屋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我们希望这部地录片也帮大伯工友的uncle们去屋 去掉屋名 因为uncle们觉得这个工作不广彩 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记录他们的工作 如果我们google的话 其实连照片都没有 就算有的话 也是最接近的可能是新加坡的一些记录 但我们把新加坡的一些照片拿过来给uncle们看 其实uncle讲那些照片和冰城的一些习惯 都是有很大出入的 所以制作人跟我讲 这部纪录片就靠你们两个插画假了 因为很多当时的情形就要靠你们描述出来 所以整部片子有很大的部分 我们是靠uncle的口述 然后还有当讲到以前的事情的时候 就是我和uncle们一起口述历史 通过他们的描述的情形画出来 然后有时我也会画错 uncle会忍不住帮我改 然后他自己拿来画 这是他自己拿来画 我常常会因为不同的点而感动 可是这个片段我播给大家看 大家可能是觉得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段落 可是却是我和制作人觉得很感动的一个段落 我让大家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uncle们的脸 其实就像我一开始讲 uncle们不愿意露脸 然后制作人也觉得我们应该尊重uncle 不能让他们觉得不舒服 不要让uncle们觉得被利用 所以在画的时候 制作人叫我 你不要画得这么像 尽量不要这么像 然后我也觉得 是我会尽量画得不要这么像 所以我就想像uncle们以前年轻的样子 大概大概这样画了 然后当画完之后 我们当然要给uncle核对 所以第一次播给uncle们看的时候 uncle讲 这是你来的 这是我来的 他们自己对号入座 然后自己对号入座 然后很开心的在互相讨论 谁谁谁谁谁 然后我就一方面很开心 很开心uncle们 因为这个纪录片而开始觉得 自己的工作有一点光荣 可是另外一个我又觉得有点遗憾的是 我没有真的把他们画得这么像 没有让他们真的被记录下来 然后这个纪录片 其实让我开始觉得 原来我一直觉得 我的纪录片可能是用影像会更好过用插画 可是这部纪录片和uncle们都教了我一些事情 就是原来动画插画 也可以有它的不同的功用 可以描述一些当年真的没办法重现的事情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除了用动画来记录历史之外 我同时也尝试用其他不同的艺术形式 然后这是我另外一些作品 另外一系列作品是用纸张做的修正艺术 他们大概这么大 一间房子大概这么大 然后这两间其实是巴图的老行业 是我两年前经过的时候觉得他们很有趣 然后和这个纸杂业 还有修理打字机的一个uncle聊过天 之后我觉得我应该用这个形式 把他们记录下来 然后也托这些uncle的福 这个作品是一系列的 然后我拿去产赛 所以去年其实得到国家画廊 颁发最佳年轻艺术家奖 有很多时候很多故事 我都很想很详细的讲出来 可是插画却未必能把一个故事 很完整的讲出来 然后动画又很耗时 然后修正艺术也只能 也不能完全的把完整的故事讲出来 所以我就决定画漫画 所以在两年前我就开始 开始画吉伦波的故事 而为什么我要画吉伦波的故事 有两个原因 一种原因是我长期住在那里 所以很容易走来走去在那边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 有一天我就突然 突发奇想 想要带城市 老吉伦波一带 在那里过夜 睡觉 就是睡在街上 然后又刚好我又遇到 两三个傻傻的朋友 愿意陪我这么做 然后我们就四个人 就没有怎么考虑 第二天就OK 换衣服就去 然后晚上的时候 我们大概十点多 已经很累了 决定要坐在地上 躺在地上 要睡觉的时候 有一个叔叔就走过来 那种戴帽子的叔叔走过来 你们睡在这里做什么啊 然后我们就讲 叔叔我们没有地方睡咯 然后又没有工作 所以就睡在这里 这是我朋友讲的 我没有骗叔叔 他骗 然后那个叔叔就有点可怜 我们就讲 是啊没有工作啊 我借我的草席给你啊 这里地上很肮脏 你不要睡在这里吗 然后叔叔为什么会有草席呢 因为叔叔也是街友 然后他就是那种 大家很讨厌的叔叔 就是那种站在parking lot 跟大家 公共parking lot 跟大家收钱的那种叔叔 所以 被这样的一个叔叔管心 甚至还提醒我们 不要睡在那里 要睡在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比较安全 然后我就觉得 好像我一直都遇到一些 会打破传统标签的人物 好像标签皆有 是肮脏的 不睡 只睡地上的标签 这种uncle都是不正业 没有 不是很好心的 然后 我觉得我遇到这些人物 都会一直 让我 画下去的一些 很重要的元素 这个 和题 其实就是 当前晚上我们 听了uncle的提示 我们就搬去了一个 很油腻的一个店 因为它是小食店 然后亮着灯 我们在那边 大概睡到凌晨四点 然后就觉得 睡不下去 因为 他们也快要 快吃要工作了 我们就 离开了 走去和题旁 然后就在和题旁 继续睡了两个小时 为什么会睡两个小时呢 因为和题真的很好睡 大家可以试试看 可能是因为 它的结构是这样子 你在那里躺着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 城市 好像很靠近 可是它的声音又很远 然后同时间 又有和流的声音 虽然有一点点 沟曲味 可是 我 我们四个人 一下子就睡着了 睡着了 睡到很甜 而且在和题的时候 我们也认识了一些朋友 一般上 也是同样打破了一些标签 打破我传统保签的一些朋友 就是 在那里睡觉的街友 我们以为他们是没有工作的 可是其实 他们是在吉隆坡市中心工作 然后可能因为没有钱 所以他们就在和题睡觉 然后晚上在和题睡觉 早上就在吉隆坡很靠近的地方工作 然后到周末的时间 他们就会回家 所以就有这个城市就很多元 有很多很让人觉得很感动 或者很意外的人物出现 这是我另外一个作品 同一系列 可是另外一个作品 它是 大家看到这里有鸟笼是吗 其实 在一般上 可是他们挂着鸟笼 其实他们没有卖鸟 这个店 这几间店 它是在 苏丹街附近 吉隆坡苏丹街附近 他们挂鸟笼 却不卖鸟的原因 是因为 鸟笼是用来暗示 这里是有性交易的 一般上红灯区 它是亮着红灯 代表有性交易 可是这个苏丹街的习惯 也有点奇怪 就它除了亮着灯 之外 它也有挂鸟笼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很有趣的观察是 通常这种争议的附近 他们都会卖饮料 而且饮料只卖一种 就是鸟笼而已 里面是没有其他选择的 只有鸟笼 我想要讲这个作品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我觉得 记录历史 有时候我们在教科书里面 是看不到一些 大家觉得肮脏的历史 很干净 所以我觉得我的 我有责任把一些 不被记录的肮脏历史 或者另类的一点的历史 记录下来 然后这就是我讲的 其中一家店 大家可以看 真的有挂着鸟笼 然后这里其实 一定会有一个男人 坐在这里 然后卖一些药丸 给男人吃的 除了记录一些 不同的人物之外 其实我也记录 我也曾经记录过一些 习俗 用好像打小人的习俗 一般上大家看到 听到打小人 就会想象到 是香港的一些 意思大概就是 打你的小人头 打到你有空气 都没有得呼吸 打你的小人脚 打到你有鞋子 都没有得穿 类似这样子 可是在马来西亚 大家都以为 应该是一样的吧 其实不一样 如果你真正去打小人的话 我们马来西亚的 打小人习惯还蛮可爱的 他会给你一个小人 同时间也会给你一个贵人 贵人是拿来贴的 贴越高越好 然后小人就拿来踩的 可是踩之前 就会有一个师父 帮你念 念一下 好像这里的 垂在垂南 小人 垂安 垂安 红小人 垂朗小人 垂雷小人 就是除完 所有对你不利的人 很夸张 我觉得 马来西亚比较厉害一点 他帮你打完 所有不利的人 而不是只是打一个人 我们比较厉害 然后这就是 我 其实为了收集这个资料 除了 我去了打三次小人 我看我几乎打完我所有朋友了 这个是 早上九点的 一个停车场 停满车 可是 两个小时前 我有一次 夜游的时候 经过 就五点钟 也不算夜游 是凌晨游的时候 经过 看到 有一班 缅甸的 帅哥 在那边踢足球 我就有点害羞 可是就看着他们 哇 踢足球 可是 同时间 也在想 为什么 他们会 在那里踢足球呢 因为那里 其实是一个停车场 两个小时后 就是一个停满车的停车场 然后我就突然 又在这个点 又突然有点感触 就觉得 我们让外籍移工 为我们 建高楼 然后为我们 大房子 为我们做一些 很辛劳的工作 可是我们 却 这样让他们 玩乐 我们只 让他们在 马来西亚 活着 却没有 让他们在 马来西亚 生活 我们常常 投诉 他霸占了 我们的地方 然后 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想用这句话 和大家 谈一谈 这不是名人的一句话 也没有很优美 句子也很普通 就是 我在和朋友的 一次田野调查 在 金打河 旁边 树底下 有一班 uncle在那边 赌博 印度人 和华人 很 很像广告 这样子 很和睦相处 这样子 在赌博 然后旁边 还有几个 uncle在那边 吃着 生的臭豆 几位印度人 吃着生的臭豆 我就很好奇 因为 生臭豆 我们一般华人 是不会这样吃的 然后我就走上前去 跟他们 谈天 然后顺便拿几粒来吃 然后 他们就会 他们就拔给我 然后同时 那个印度uncle 就跟我讲了这句话 他讲 其实我真的很想 和你们做朋友的 如果我们可以 好好说话 聊天的话 那就很好了 他不适合我 这种语气 和这种表情 因为我不是演员 我演不到 给你们听 看 可是 他那时候的表情 真的让我 感觉到 他有很多的无奈 他应该受过很多 很无奈的对待 所以 我常常 很希望 希望我的作品 可以减少这种隔阂 因为我相信 世界很多的隔阂 和冲突 是因为 大家对历史的偏见 大家都在整着 谁是最先 最早 最重要 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很多 很微小 像我刚才跟大家 分享的一些小事情 小人物 他们都很重要 很美丽啊 然后 我会用这个 这个漫画 我已经cut了 cut小了 这个漫画来做结束 这是我在 这是我在 吉隆坡 苏丹街的一个 老鼠像画的 老鼠像的意思就是 二手摊位 可是同时也有 卖贼妆的 可是我很常 旷過的地方 可是大家都 很难想象 在这么拥挤的地方 大家是皮肤 黏着皮肤的 可是却 我从来没有看过 有人在这里吵架 甚至打架 甚至讨价还价 也是很和睦相处的 然后我希望 马来西亚 就是这么的可爱 就是这么的包容 各大种族 都是这样和谐 还有一次哦 我的皮包 其实 我的包包开了 然后有个人还拍我 讲 你的包包开了 快点关闻他 就是在这么拥挤的地方 所以 很多大家 想象中很危险的地方 或者 也并不是这样吧 OK 谢谢 我希望我的插画 可以继续 把这些故事 不同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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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